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所有大聯盟和種子都陸續在進行明星賽 兩邊的季賽也都進入了暫時的明星賽休息時間 而大聯盟選秀也在日前已經結束了 因此本集就讓我們好好看一下這次大聯盟選秀第一輪的結果 那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小鈴鐺,還要記得分享給更多人喔 如果想要回覆今天的內容,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首先看到前六順位 今天還在選秀小年的情況 其實整體的選秀關注度也相對不高 而也因為高中球員潛力不如過往 加上這次的大專有不少高完成度的球員 都讓這次的選秀出現了少見的 首輪高中生稀有的狀況 首先看到這次毫無懸念的澳洲中原 在大三球季狂轟28轟 有著4-5-9的打擊三位 Buzana基本上選前就毫無懸念的是這次的選秀狀元了 有著出色的打擊兔 無論Content和Power都很出色 應該會是不用太久 就能快速通關上大聯盟的核心球員 而紅人則是在第二順位選進了大學右投手 其實這個選擇是出乎不少人的預期 但Burns也算是這一屆最好的手臂了 有著破百英里的球術 和可以製造大量揮空的滑球 加上出色的曲球 讓他很輕鬆就可以站穩先發的位置 第三順位 裸基順理成章的接手這一屆 力度被認為是壯圓熱門 本屆最好的外野手Condent 也有著超恐怖的打擊爆發力 大三單技可是有著37轟的優異成績 但速度和手臂判斷 讓他最後可能是帶來角落外野的位置 接著看到第四順位的運動家 挑走打擊完成度高且手臂能力出色一雷手Cords 原則上也是一個可以快速通關的大專野手 而第五順位的白瓦 則是把被認為是本屆最好的左頭手Smith挑走 過去一年大專賽季被打擊率 只有一成四四和高達17.3的K9值 有著可以摸到100英里均速在93-97英里的直球 搭配一樣難以應付的滑球 和也很出色的直插球 基本上也是未來有機會待在輪子的一位 至於第六順位 則是本屆第一輪位一的2-6 Kikuli Eone 皇家挑走這位可以佔一壘的左頭手 能在投球的直球和打擊的power 都有高達70的球探分數 老實說是蠻可怕的 而皇家目前是打算讓他繼續 先以2-6身份來進行養成 只是相對於打擊只有爆發力比較出色 投球方面還是比較被看好一些 再來看到結束六個順位 第七順位的紅雀 挑選的是因為傷勢而滑弱的遊擊手Weatherholt 不過本身打擊策略執行能力強 可以把球送到各個角落 這樣有出色的速度 讓他甚至被部分球探認為是 跟本階莊員不相上下的實力 而天使則是在第八順位挑選了 More 有出色的conte和不錯的power 那也別認為說是天使打算在效仿前兩年的做法 找一個高完成度打者 來快速補強陣容的缺口 接下來第九順位 也算是一個蠻具有討論的peak 海盜放棄一大票高地板的大專球員 選擇了被認為是本階天花板最高的高中野手 也是今年第一個獲選的高中生Griffin 有著高達四項2 都被認為有機會高於聯盟平均水準 他的打擊conte反而相對普通一點 而目前雖然看起來站在狀況也表現不錯 但他潛力應該是有機會留在游擊 再來是郭敏在第十順位挑選的大專游擊手King 也是同校第三位獲選的球員 多守備位置和出色的速度都是他的優勢 剩下歌香兔就都滿平均也不差 未來或許有機會轉戰外野 而第十一順位則是老虎挑選的大專游擊手Rena 這一屆的第二位高中生 有著出色power和比利 尤其是運動能力出色都讓他有機會繼續站在游擊 至於第十二順位就是剪刀受傷 導致順位下滑的紅襪 大專外野手Montgomery 左右開攻的重砲強手臂外野手 尤其是左打爆發力更出色 也因此被認為模板會是當年的重砲球星Beltran 再來看到接續6個順位 居然在第十三順位挑選未來應該會是角落外野 在這一年才在打擊端大成長的Tips 而他的擊球之心能力成長 也帶來提升他的長達產出 而第十四順位呢 小熊則是選擇了大專三類手Smith 今年在改善揮空嚴重偏高的問題 就被看好有能力成為平均到平均以上的打擊實力 至於第十五順位 隨手挑走的是左右開攻的大專投手Chinchia 雖然說過去左右開攻投手都沒有真正成功過 但是他的潛力確實是兩邊都不錯 尤其是右頭時的stuff更為出色 接下來是連續三位高中球員 馬鈴玉的第十六順位是選擇作打外野Molando 其實在這個peak上有不少的討論度 雖然說過去被認為他的潛力有手倫 可是這一年面對更高階球路後 反而常常無法發揮自身的力量和打擊 不過至少他練球的弱拋還是很嚇人的 下一位高中生 第十七順位的作打外野Pen 亮久人連續五年在手人挑野手 但這是這隻中唯一的高中生 同時也是這次選秀可以說是速度最快的一位 而他的跑壘也很積極 同時在外野手背也能發揮速度的優勢 接連的第三位也是本季的第五位高中生 光芒在第十八順位選擇的是有打擊 力量和速度的作打外野Gillen 接連上是本屆選秀打擊最有潛力的高足球員 他的運動能力也很出色 未來站中外野應該不成問題喔 繼續往下 第十九順位的大都會 繼續挑選起大專身 雖然說投球有96英里 但是他的打擊的康鐵技巧 力量和運動能力是有能力好好待在外野發展的喔 第十順位 藍鳥選擇大專右投手Yes Savage 在前兩個大專投手被挑走後 他就是這次選秀最好的手臂 直球、滑球和直殺球都有機會發展成PLUS等級的武器 另外也還有曲球這顆球入 本身投球機制有些問題 但是還是能丟進好球袋喔 第21順位 雙城選擇遊擊手Cullpaper 目前泡瓦不太出色 但從三壘轉電遊擊的他倒是速度不錯 手臂如果在遊擊可以有不錯的水準 但是在三壘才是能拿下金手套的位置喔 第22順位 金鷹選擇右打外野Honeycutt 有力量有速度 而且有機會是金手套的中外野手 但是嚴重的悔恐問題是他目前最大的困境 接著是第23順位的到期 第6位高中生的遊擊手Lincy 有著頂階的速度和成長不少的揮棒出手時機 未來應該也能留在遊擊喔 至於第24順位 就是本屆第一位高中左投手Community 勇士能選到這個本屆幾乎是最好的左手臂 其實應該是預期之外的事情喔 有機會成長為4個足以當武器的球路Mix的先發 接續6個順位 教士在第25順位繼續挑選高中生 第2個左投手Mayfield 如果要留在先發就要看他的變速球 能不能練出來成為第三顆球路混搭的投手了 第26順位的仰姬 只是選擇大學又投手Hex 有機會成長為4顆球路的23號先發 但前提是他的直球滑球練起來 以及改善控球的問題 再來是第27順位的飛城仁 選走了本屆第9位高中生 有著出色的速度和可以站中外野的大專野手Nori 第28順位就是太空人挑選的大專捕手Yennec 傳球臂力出色 然後也有很不錯的揮棒速度喔 第29順位就是翔尾蛇選擇本屆第4個高中生Cadwar 有著積極的態度 本身速度不錯 而且揮棒速度快 雖然說目前以大量產出Line Drive為主 但未來有機會長出更多的泡瓦 第一輪的最後一位 遊記兵以大專捕手Mor做傑 有機會打擊長出平均水準的Content和Power 雖然說後面第一輪還有幾個補償籤 但因為今年選秀小年 這樣手人已經把不少大物都挑走了 因此此次的選秀就介紹到這喔 這次的大聯盟選秀 其實也算是少見的大專球員當道的一年 而這些不乏有機會快速通關上大聯盟的選秀球員 幾年後都有可能會成為球隊的主力喔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好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MLB選秀結果回顧 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 都能一直贏球 另外要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喔 我是指楓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